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安妮日记》,这是一本在二战后出版的国际畅销书。 全书的主体是一个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在大屠杀期间写下的近20万字的日记。 安妮最终没能逃脱纳粹的毒手,但是她留下了这样一本见证纳粹罪行的第一手资料。 日记中的安妮经常谈论犹太人在欧洲的集体命运,谈论战况,表达对战争结束重获自由的殷切期待。 她的乐观,她超出自身年龄的成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钦佩与感动。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安妮是如何落入纳粹之手的呢? 安妮·弗兰克于1929年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之家,上面还有一个大她三岁的姐姐。 1933年,安妮四岁的时候,由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全家移居荷兰阿姆斯特丹,父亲入职当地的一家公司得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直到1940年,德军近战荷兰。 1942年6月12日,过13岁生日的安妮收到了一本日记本作为礼物,从此开始写日记。 一个月后,由于风生日记,安妮全家不得不躲进公司楼上的一间密室里,这一躲就是两年多。 1944年8月4日,他们的藏身地点被发现,全家人都遭到了逮捕,被送进了集中营。 安妮不幸遇难,一家四口中,只有父亲奥托·弗兰克幸存了下来。 他在战后回到阿姆斯特丹,找到了这本日记本,并在朋友和亲手的劝说下,于1947年将它出版。 奥托·弗兰克曾经说,从这一本日记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之前不认识的女儿,当他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劫后余生,是女儿的日记让他恢复了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像帮助他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实际上,这本书的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欢迎。 出版70年来,他已经拥有了超过70种语言的译本,发行总量达到3000万册,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长销书。 接下来,我们对安妮日记的解读,会更多地聚焦在写作和成长这两个主题上。 写日记的安妮正进入青春期,又处在一个极其凶险的世界里。 密室里的所有人都是待宰的羔羊,终日惶惶不安。 但是安妮用日记记录下了一个个细微的想法,解剖自己。 在她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看到她艰难地走出自我困境,一度战胜了绝望和恐惧,乃至内心产生了幸福感。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少女安妮的日记。 安妮日记的第一则,写的是她13岁生日,拿到了一大堆礼物,其中就有这一本日记本。 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过去我从来为对一个人无所不谈,现在我希望我能对你这样做,但愿将来你能成为我的主心骨。 第二天,在第二则日记里,安妮回顾了自己的生日宴会。 除了日记本,她得到的礼物还有玩具、书籍、衣服、食品、鲜花、红包等等。 她的同学到家里来参加派对,安妮把办理所有的人都点评了一遍。 原来,她跟大多数人都有来往,其中有几个还在追求她。 有人会在上课时用一面小镜子偷偷地看她。 但是,安妮坦言,别人都以为谁谁都跟她特别要好,而实际上,她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她可以跟别人打打闹闹,一起欢笑,却始终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推心致富。 于是,她就把这本日记当成了唯一的倾诉对象。 安妮并不是把日记本当作垃圾桶,什么话都扔给她。 相反,她把它当作一个活人,经常用你来称呼这本日记。 过了一个星期,就是在6月20日那一天,安妮提笔对日记本说话。 她先引用了一句犹太谚语,只比人有耐心,意思是任何不能说的话都能够写下来。 然后亲切地说,日记你好,我要给你起名,就叫Kitty。 安妮把Kitty完全当成了一个朋友。 为了表达诚意,安妮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告诉她,犹太人遭到了很多人身限制, 他们都感到生活中,这也不准,那也不准。 她喜欢打乒乓球,她喜欢看男生为自己神魂颠倒, 她唯一担心会挂科的科目是袋数。 在开始记日记时,安妮拥有一个正常13岁女孩的心理, 她活泼,乐观,自信,家境也不错,看上去很幸福。 但是安妮知道,德国人已经占领了荷兰,这里的犹太人危在旦夕。 他们出门都必须佩戴着黄色的六角星,否则就可能被警察抓捕。 对此,父亲早有预感,在生日那天,父亲对安妮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 趁现在有可能,你要享受你无忧无虑的生活。 很快,警钟就敲响了,安妮的生活被彻底改变。 1942年7月初的一天,安妮父亲接到了纳粹当局的传唤, 这表示纳粹已经盯上他们了。 全家人马上行动起来,当晚7点钟就收拾好了所有家当, 步行前往预先准备好的藏身之处。 在收拾的时候,安妮第一个装进背包的东西就是日记本。 藏身的地点是父亲公司楼上的一个密室, 位于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上的一栋老房子里。 父亲最好的荷兰朋友,一个名叫米普的荷兰女人, 照管整个密室的日常卫生,也帮他们通风报信。 在二战期间,很多荷兰人都像米普这样冒着风险帮助避难的犹太人。 安妮起初很担忧,但当她发现密室里的房间很多, 可以说别有洞天,就恢复了一个13岁女孩的活泼好奇。 她在日记中描写到这个新家, 说父亲带着她所有的电影海报。 她和姐姐一进入属于自己的卧室, 就把海报填满整张墙,新鲜感暂时冲散了恐惧。 紧跟着新鲜环境而来的是新鲜的人。 过了几天,密室里住进了一家三口, 是一对姓范丹的犹太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 加上安妮四口,一共七个犹太人,就这么搭伙藏身。 起初,安妮好奇地接触这对夫妇, 体会着患难之交的感觉,寻找共同的生活乐趣。 但随着相处时间变长,而且日常空间基本共用, 两个家庭之间的磕磕绊绊也多了起来。 因为相互抬头不见低头见, 安妮无法不注意到家人和范丹一家子, 她对大人的自私、贪婪特别反感。 比如,两家人共用一个衣柜, 范丹太太有一次拿走了安妮妈妈的床单, 让妈妈很不高兴,就去问罪。 范丹太太满不在乎地说, 她以为床单是可以共用的。 作为报复,在吃饭的时候, 妈妈故意拿走了范丹家的餐具吃饭, 而且把自家的盘子藏了起来。 范丹太太找不到他们的盘子, 起得干瞪眼。 又比如,两家人轮流洗餐具, 轮到范丹太太洗食, 只要盘子里有一点食物残渣, 她就把盘子放在那里, 任由她长毛。 看到安妮的姐姐去洗食, 还假惺惺地说, 哎哟哟,你可真辛苦。 范丹一家的家庭关系很差, 父亲两人总是吵架, 儿子彼得看上去很呆, 很害羞,别人都不爱理她。 而在自己的家里, 安妮跟姐姐关系一般, 跟母亲很对立, 母亲经常责骂她, 安妮就顶她的嘴。 父亲对安妮很温和, 还给她布置了学业, 让她学法语。 虽然法语很难, 但安妮喜欢学习, 没事的时候, 她就在心里给家人排序, 爸爸最好, 姐姐其次, 妈妈最坏。 搬交后的头半年里, 安妮觉得维护自己尊严的最好办法 就是跟别人吵架。 她跟范丹太太吵, 跟母亲吵, 对彼得则爱里不离。 不过写日记时, 她还是经常耍点小幽默。 比如有一次她说, 范丹先生拿张脑饼干招待她。 张脑饼干是什么东西? 原来因为空间狭小, 饼干和张脑丸放在了一起, 穿了胃。 又有一次, 她看见父亲和几个人一起忙里忙外, 加强安全戒备, 就说这里组建了一个密室避难委员会, 这群男人是避难委员。 但是再严密的警戒也无法抵御突发事件, 只要有人敲门, 房间里所有人都会立刻紧张起来。 10月20日那一天, 有人使劲地敲了很久的门, 爱妮吓得差点晕了过去, 脑子里勾画出来的是一个凶悍的盖世太保的模样, 其实那只是一个过来维修灭火器的工人。 虚禁过后, 安妮意识到, 这个密室固然保护了他们, 却也是他们的囚牢。 从1942年11月开始, 密室里住进了第八个人, 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牙医, 名叫多塞尔。 安妮父母接纳了她, 安排她住在安妮的房间里, 而姐姐搬去跟父母住。 来的时候, 家里还准备了白兰蒂招待她。 在犹太人集体落难时, 个体之间的慷慨与互助总是十分感人。 谁知, 杜塞尔的到来却给安妮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安妮觉得杜塞尔很难相处, 她性格古板, 爱教训人, 还喜欢跟安妮父母告状。 安妮只好尽量不惹她, 在她的日记里使劲地吐槽了杜塞尔。 例如, 杜塞尔很早起床, 把灯打开, 做体育锻炼, 他们的床铺是用椅子加长的。 杜塞尔一活动, 椅子就咯吱咯吱直响。 后来, 杜塞尔开始一边剃裤子, 一边洗漱, 弄出很大的噪音。 出门后, 她忘记带领带, 又一路狂奔回来, 把桌子椅子碰得噼里啪啦响。 她对杜塞尔各种看不顺眼, 不过, 安妮的痛苦其实是一段时间以来积累而成的结果。 杜塞尔只是一个导火索。 具体而言, 她的痛苦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她在密室里待了近一年半了, 长期不见天日导致精神上高度压抑。 到了1943年的下半年, 为了节约电, 为了避免暴露, 密室里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不开灯了, 家人想尽各种办法来找事情干。 猜谜, 做体操, 练习英语和法语, 相互评论白天读过的书。 这种摸着黑的游戏没有缓解安妮的压抑。 当阿姆斯特丹, 开始频繁地遭遇空袭, 安妮更加胆战心惊。 在没有轰炸的晚上, 她用望远镜偷看邻居家亮灯的房间, 越发觉得自己很可怜。 第二, 安妮身边的大人养成了迁怒于他人的习惯。 大人们不但同样遭受着压抑的折磨, 还要处理生活中的各种琐事, 盗贼出没, 马桶堵塞。 时间一长, 安妮作为密室中最小的孩子, 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在一篇日记里, 安妮把密室里除了彼得之外的其他六个人统统骂了一遍。 她说, 大人完全不知道, 他们的语言已经彻彻底底地伤害了她。 第三, 智识的安妮已经开始来立架。 她惊讶又紧张地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 不能理解, 眼前完全没有一个人让她信任, 能听她倾诉, 让她表达。 这些都让安妮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外面的消息又随时加重这种孤独感。 爸爸的朋友每次带来的基本上都是坏消息, 他们认识的人又遭到了迫害, 或者纳粹又发起了什么样的行动。 从二月到六月, 她记得日记很少, 记述的也比较简略, 看得出来, 她的情绪很低落。 不过, 1943年6月12日, 安妮过了14岁的生日, 在生日会上, 父亲给她写了一首诗, 她也照样得到了很多礼物, 其中有一本厚厚的书, 讲的是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 这让她很开心。 她还收到了不少的糖果, 但是这已经是大家最后的存货了。 安妮写道, 作为这个避难家庭中最小的孩子, 我得到的的确远远超过我该有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这是她第一次说出一句感恩的话。 就是在这令人压抑绝望的境遇当中, 安妮显露出了成长的迹象。 生日过后四个多月里, 在10月29日, 安妮写了一则日记, 那一天室内因为长期闭塞而空气浑浊, 她情绪低落, 精神恍惚, 她写道, 我从一个房间里出来, 又进入另一个房间, 从楼上下来, 又走回楼上,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剪掉翅膀, 失去自由的鸟儿, 正用自己的额头拼命地撞击笼子上的栏杆。 又过了十天, 她在日记中把他们八个人生活的密室比作一个烟雾缭绕的空中阁楼。 她说, 我们的天暂时还是安全的, 但黑烟越来越紧地缠绕着我们, 很快就要将我们吞没, 我们想要找到一个通道逃出去, 但是结果只能挤来挤去, 往下看, 下面战事平凡, 往上看, 上面一片祥和安宁, 但是浓浓的烟雾将我们这个理想中的世界隔开了, 我们入不得天堂, 也下不了地狱。 在超过十个月的时间里, 她都无法缓解恶劣的心情, 现在依旧如此。 可是, 她开始学会用生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和心理, 而不只是简单地说, 我寂寞, 我害怕, 我压抑, 我伤心。 安妮的感受力也在加强, 她开始反思自己, 比如, 哎, 我又在抱怨了, 我又变得情绪化了。 有一次, 安妮的恩赐抱怨范丹夫妇, 说他们整天争吵, 跟他们在一起的人要发疯, 但是之后她就冷静下来, 说, 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不稳定, 这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 后来, 安妮开始反思对杜塞尔先生的态度, 她意识到, 自己对杜塞尔缺乏信任, 尊重和耐心, 总是冷嘲热讽, 这是自己的压力太大的反应。 如果压力减轻, 安全感加强, 一个人肯定能够以更大的善意来对待周围的所有人, 更多地去看到他们身上好的一面。 尽管这种反思不能改变她对杜塞尔的印象, 两人依旧经常争动, 但是安妮毕竟比过去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 安妮不但向日记里倾诉自己, 她还经常翻之前的日记, 这使她在无人倾诉的条件下, 能够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例如, 有一次她重读去年写的日记里对母亲的抱怨, 忽然觉得那些话看上去都很不成熟, 带着小姑娘的脾气。 这时, 她就懂得自己长大了, 开始理解母亲和范丹太太, 理解她们都是被生活压弯了腰, 又被密室环境弄得高度神经质的女人。 当安妮开始反思自己并理解他人时, 她不但走出了原先孤独的状态, 也为自己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友谊。 从1944年年初开始, 原来只能对日记倾诉的安妮,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交心的人。 这个人就是范丹夫妇的儿子, 彼得。 安妮之前一直觉得彼得木讷、羞涩, 他就像在学校里对待一般的男孩那样, 总是高傲地默视他。 但现在, 安妮发现彼得经常默不作声地去观察房间里的一只猫咪。 将心比心, 他意识到彼得可能和自己一样, 内心孤独, 缺少爱。 于是安妮开始主动地接触彼得。 在1944年1月24日的日记里, 安妮在彼得面前挑起了一个话题, 她故作随意地说,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只猫是公是母。 结果彼得非常坦然地带安妮去看了猫的下身, 还告诉他猫的生殖常识。 安妮惊讶地发现, 这个看上去羞答答的男孩, 不仅很懂而且能够坦然地说出事情, 这出乎她的意料。 过了半个月, 在2月13日的日记里, 安妮又说道, 彼得总是不住地盯着他看, 那一种特殊的眼光, 安妮模模糊糊地有了一点感觉。 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的心里是甜滋滋的。 但是, 她也说不清是为什么。 2月14日那天, 彼得同杜塞尔发生了争吵, 随后她找到安妮倾诉。 彼得说, 我笨嘴啄舌, 一说话就脸红, 而安妮总是能够清晰大方地表达, 让我十分佩服。 安妮赶紧回答说, 我自己也是经常词不达意, 不得不啰里巴苏地说一大堆。 就这样, 两个人说了一阵子的话, 安妮发现, 自己从半斤密室以来, 第一次这么有耐心, 这么感同身受地听另一个人诉说。 安妮说, 我感到非常满足, 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初和女友们待在一起的时光。 安妮的成长在这里有了一次突破, 她过去总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来评判他人, 因为别人不理解她而倍感孤独, 但是现在, 她可以和另一个人相互倾听并且交换感受。 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成熟, 因为她发现自己真正被一个异性伙伴所吸引, 并与她建立了更深的关系。 可以说, 通过与彼得之间的爱情, 通过异性伙伴相互注视, 安妮甚至暂时放下了对外部世界的恐惧, 开始期待未来。 她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更大的善意, 还决心在战争结束后去帮助那些受尽折磨的人。 有连续一周多的时间, 安妮频繁写日记, 每一则日记都提到了彼得, 这是自进入密室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 话语中充满了幸福与感恩。 彼得身体很强壮, 在2月23日那天, 安妮观察彼得爬上楼梯去砍木桶, 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 同时让视线穿过阿姆斯特丹的一座座房顶, 投向远方的地平线。 她在心里说, 只要一切还存在, 只要我还有一丝生命气息, 就能看到这些景象, 感受到这温暖的阳光, 这飘着白云的天空, 只要所有这一切还在延续, 我就应该感到幸福。 在与彼得交往的同时, 安妮也能以更理性的态度去应对大人了。 妈妈经常数落她, 但安妮会反省自己, 我是不是因为总跟彼得在一起冷落她了? 凡丹太太太, 但安妮现在明白, 凡丹太太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她除了丈夫, 孩子和家务之外, 没有自己的生活。 尤其难得的是, 她还注意到了姐姐的情绪。 姐妹俩一直关系冷淡, 现在安妮却会主动地去安慰姐姐, 说很担心因为自己的恋爱, 让她变成了局外人。 对此, 她的姐姐先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已经习惯了, 但随后又给安妮写了几句话, 既祝福了妹妹, 又说她为自己缺少另一半而难过。 但是不幸的是, 恐惧可以被暂时忽略, 却不会彻底远离。 四月以后, 阿姆斯特丹先后遭遇了空袭和饥荒的威胁, 安妮他们的密室也频繁遭到盗窃, 在收音机里, 盟军胜利和纳粹的疯狂, 两种消息总是齐头并尽, 让人时而兴奋, 时而绝望。 随着搜捕的风声日景, 安妮身边的大人开始讨论, 万一自己被抓, 之后该怎么办? 而安妮只能顶着压力, 继续畅想她的未来。 她希望生活在荷兰, 做一个荷兰人, 她期待当个记者, 还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就在这时, 荷兰的流亡政府发出动员令, 要人们把自己战时的经历写下来, 战后要收集出版, 作为第一手历史资料。 这个消息让安妮意识到, 她这一本日记不止对她自己一个人有意义, 于是她把日记重新看了一遍, 修改了词语, 然后在一条新的日记里说, 我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被人读到, 让这本日记实现它的价值。 日记里最后的两篇, 格调都很积极。 在第一篇日记里, 她说道, 刚刚发生了一起刺杀希特勒未遂的事件, 她说, 这表明希特勒已经重判清离, 离倒台不远了, 她甚至乐观地相信自己在十月就能重返学校了。 而在第二篇日记里, 她对自己做出了一番分析, 她说, 别人眼里的她和真实的她是不一样的, 那个表露在外的安妮, 轻挑, 骄傲, 淡定, 高昂, 不管听见什么粗粗不堪的笑话都不会尴尬, 可是, 她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外观, 只是因为从未真正地表露过真实的感受, 这些感受只能倾诉在日记本里。 她说, 她不得不保持这样的双重性格, 除非全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 安妮的这种自我分析, 更加让读者相信, 她如果能活下来, 一定能成为出色的作家。 遗憾的是, 安妮在1944年8月4日被捕, 她和姐姐在第二年的春天死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 安妮的母亲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只有父亲奥托幸存。 这一本日记一直被奥托的朋友迷谱所保管。 奥托回到阿姆斯特丹, 得到了日记, 于1947年将其出版。 不过奥托删除了其中一些内容, 她认为有些内容可能会让同住在密室的其他人感到不愉快, 有的内容则关系到安妮自身的隐私, 如她的月经、性冲动等等。 1980年, 奥托去世后, 荷兰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继承了日记的完整版圈, 才在1991年出版了全本的《安妮日记》。 安妮日记的内容大致就讲完了。 这本书有着十分特殊的时代背景, 那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屠杀。 根据战后的统计, 当时的荷兰犹太人90%都没有逃脱纳粹之首, 安妮正是这90%中的一个。 她在密室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多时间。 其间, 安妮也早已通过大人的谈话, 通过收音机里的战况播报, 通过对空袭、 宵禁、 警察的搜查等等目击和体验, 领会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 但是, 在密室的两年时间里, 安妮并非只有恐惧、 焦虑和绝望, 相反, 她一直在成长, 她慢慢懂得协调与他人的关系, 并反思自我。 安妮曾经 与成年人相处不好, 但是后来, 她能够体谅大人在长期忧蔽之下的恶劣情绪。 她逐渐明白, 是大屠杀的险恶和生活的琐碎, 消磨了他们的趣味与耐心。 安妮曾经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孩, 她听到外界各种关于犹太人遭难的消息时, 就会觉得自己可怜。 但是后来, 她开始同情其他处于危险中的犹太人。 在1943年1月13日的日记里, 安妮写道, 我们虽然没有自由, 但我们比成千上万的人都幸运, 我们最起码是安宁的, 也没有生命危险, 我们还能聊一聊战后的打算, 我们应该节约每一分钱来帮助那些可怜人。 她曾经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她, 但是她后来主动学习与人相处, 结果与彼得成为了贴心朋友。 她将自己的未来与彼得联系在一起, 因而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 真正体验到了幸福与希望的滋味。 在艰险的环境中, 安妮通过写日记完成了艰险的抗争与自我成长。 在密室之外, 纳粹警察在城市里横行, 把一群又一群的犹太人拘禁起来, 送往集中营。 盖世太保挨家挨户地搜查, 纳粹空军频繁地轰炸阿姆斯特丹, 趁火打劫的贼寇 也一次次地袭击蔑视所在的大楼。 在这样一个无时无刻不再释放恶意的环境里, 安妮同她心爱的日记在一起, 却能持续地释放出乐观、 专注、 不屈以及希望的力量。 可以说, 这一本二十万字的日记, 是一场发生在狭小密室之中的反法西斯战争, 也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这场战争虽然不及外面的炮火硝烟, 但是也足以令人动容。 一个十三岁的少女, 天心乐观, 也曾陷入过恐惧和苦闷, 她靠着对自己的专注来抵御恐惧和苦闷, 渐渐走出了低谷, 她找到了知心朋友, 对周围的人, 对所有被迫害的犹太人, 则都有了更加丰富怜悯的认知。 可以说, 在日记行将结束的时候, 安妮已经完成了一桩了不起的业绩, 那就是在邪恶势力的黑云压城之下, 她挽救了自己的精神, 挫败了纳粹想要把所有犹太人变成惊弓之鸟的阴谋, 对未来怀抱着崭新的希望和梦想。 读这一本日记, 我们会不由地感慨, 无论是纳粹党徒肆虐的险恶环境, 还是暗无天日的密室生活, 都无法阻止这样一个美丽少女的绽放。 好了, 安妮日记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